新庄玉民国小举办第三十三届家长会长交接典礼 黄荣泰校长感谢就任会长洪建昌所做的贡献之外 至于新任会长林群峰则表示 在任内期间将积极投入学校推动各项会务工作上的资源 让校务运作更加顺畅 新庄玉民国小举办第三十三届家长会会长交接既授证典礼 黄荣泰校长感谢前任会长洪建昌带领工作团队 努力用心对学校各项改革所做的无实奉献 会长感谢我们前任会长建昌会长所带领的家长会 那过去一年来对于学校各方面建设 不管人力物力的一个支持都带给学校很大的发展 我心里面感谢玉民对我的栽培 也感谢荣泰校长和各科事主任对我的支持与帮忙 然后感谢我们家长会成员 谢谢你这一年来的帮忙 新就任会长的交棒象征传承意义 黄校长表示 新任会长林群峰对孩子教育工作很重视 期盼结合各界资源 日后协助校务推展更顺利 我也要再感谢我们新任会长群峰会长 我想这个家长会会长的工作是一棒接一棒的工作 那群峰会长本身他们对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视 未来家长会在全会长的代言之下 一定会更上一层楼 会结合各界的各式各样的资源来协助校务的推展 新任会长林群峰表示 能够顺利当选会长个人倍感尊荣 并提及在任内期间 将积极投入学校推动各项会务相关工作上的资源 让校务运作更加顺畅 首先很感谢我们育民家长会地届会长的耕耘 让小弟能够有荣幸担任今年度的家长会会长 那投入在教育其实是一个稳赚不平的生意 那也很谢谢大家 希望我们育民能够越来越好 现场嘉宾云集包括里长新北市校长 及社团负责人均到场祝贺 地方人士也致政新就任会长祝贺李平 校方说借由和家长会的密切联系 大家共同努力让校务蒸蒸日上 记者黄又贤新中报导